这个爆料冲着陈忠彦来 是个TIS鬼 他是一个非常假掰的绿营的政客 你们台南怎么这样子啊 黄伟哲的局长弊案 赖清德的局长也弊案 台南的政府议长都涉嫌汇选 台南被开了88枪 台南还有古渣 台南还有黄殿 绿色执政是什么保证 台南市台南县最近这几十年是谁在执政 30年 30年都是民进东京这几千 你跟我讲说戴清德多清廉 戴清德多改革 我认为我的研判 这个爆料冲着陈忠彦来 是个TIS鬼 陈忠彦不重要啊 我跟你讲陈忠彦你还不知道是谁 我用一则话带来告诉你 当时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陈忠彦 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他是一个非常假掰的绿营的政客 那我先讲这个绿营的内容 我认为这个当然不是冲着他来 也不是冲着陈建仁 这个跟陈建仁 因为他根本不是陈建仁的人 他是赖清德的人 我合理的怀疑这个爆料的幕后的黑手 是冲着赖清德来的 你修理陈忠彦没有人认识他 你修理陈建仁逻辑不通 我播陈忠彦的话带给你听 你听听看他多假 因为已经有民众 就是拿大陆接种的证明去 换这个小黄卡上面也有做登录 那我们会要求他收回吗 所以你说有从中国回来的民众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你讲大陆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好 就是中国回来的 中国 OK 我不知道那些记者是在笑什么叉叉的 这个 各位听到没有 今天礼拜五 你再让我补一下 因为后面有人去查出来 这个陈忠彦这个叉叉 他之前 因为他不是当那个副指挥官吗 就是疫情中心的副指挥官 他之前开记者会 他讲了很多次大陆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 这个忠实的记者问他那个小黄卡的事情 陈忠彦他是在装算 我不知道你讲 对 你再听一次 前面 前面听到的是忠实的记者 在问他那个 大陆的那个小黄卡的事情 后面讲话 那个是陈忠彦 因为已经有民众 就是拿大陆接种的证明 去换这个小黄卡上面 也有做登录 那我们会要求他收回吗 所以你说有从中国回来的民众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你讲大陆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好 就是中国回来的 中国 OK 我可以骂三字经吗 很像不行 骂三字经 NCC公文就来了 这我不太懂 国民党有这么多立委 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咨询陈忠彦 你不知道大陆是哪一个国家 那你当什么内政部次长 我跟你讲 这种独派绿营听到马上就高潮了 这自己人 这自己的一定会听的 对不对 嫖纪有两种 一种是被抓到 一种是没被抓到 不然 你看陈忠彦 我想这种就是标准的 故意的 就是我跟你讲 他本来他 不是第一天当副指挥官 他早就 你说我们 我们台湾跟大陆这么特殊的关系 我讲大陆 你不知道我在讲哪一国吗 难道我跟你讲大陆 你以为我在讲美国吗 美洲大陆 美国大陆 所以我们 这不是很奇怪 你这个 你这个故意的 他这个就是跟独派在交心表态 我是你的人 我是自己人 我是很独的 特别是中国时报 我刚好给他电 我不晓得你讲中国是哪一国 大陆是哪一国 你不晓得我讲大陆是哪一国 那你当什么副指挥官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 各位听到没有 你让我下礼拜一来补这个资料 好不好 我有时候也是要这个 要拼经济 要打电动什么的 也是忙 我下礼拜一播 以前的带子给你听 他早就知道大陆是哪一国 他早就 因为我们后来有去调查 他假鬼假怪 就这种人 陈宗燕的水准就是这种人 赖清德的局长 你觉得以陈宗燕这种水平 有必要由这个网络媒体 跟这个立委爆料去针对他吗 我认为是没有 为什么 我跟你讲 因为陈宗燕个人不重要 第二个行政院发言人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 所以他没有那么重要 那在他没有那么重要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爆料 这个相装武剑 意在配工 他要打的是打陈宗燕后面那个人 他不是要打陈建仁 陈建仁跟陈宗燕没有关系 陈宗燕个人不重要 那你爆这条干什么 你把行政院发言人换掉了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前一个发言人 我问你前一个发言人是谁 我保证你 我相信全台湾90%人叫不出来 他叫什么名字 发言人 请问你的手机 现在是不是0921开头的 那你的手机号码 为什么会在判决书里面 你要跟我讲说 是怎样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一而再再三的 打给那个业者 那你打给那个业者干什么 聊天 你们是好朋友 这很难 讲的那个 我说这个 各位 我们不要再去谈赖清德的神话 赖清德最近在处理丘莉莉 我刚才亏谢龙介 龙介兄坐我旁边 我说 丘莉莉 你怎么谢龙介的话 我说 当年 赖清德在当台南市长 对不对 谢龙介是不是在对下 赖清德在当台南市长 谢龙介在当台南市议员 谢龙介在垫赖清德的时候 帮赖清德摇起呐喊的人 就是丘莉莉 这样我是不是一句就说了 是不是这样 他就是赖清德的好啊 大这好啊 他就是当时的台南市党部 民进党的主委 所以赖清德和丘莉莉是 来来来来 那天高架还问我说 怎么会有这种录音 怎么不会有 我最近发明 发现这个APP之后 你看我录了 现在录了四十几则了 来来来来 我播给大家听 新功能来 后面是插话就不用听了 我们民进党台南市 最租倾的议员丘莉莉 我们民进党在台南 是最资深的市议员丘莉莉 丘莉莉当年是跟陈廷飞同配的 陈廷飞当选市议员那一届 就是丘莉莉当选的那一届 陈廷飞已经在当立委了 丘莉莉还在现在 说到老套 现在还算议长 还有一百五十万交保 你也好了 那我刚刚亏谢龙介 我是故意做求给他 我说你们台南怎么这样子 黄伟哲的局长必案 赖清德的局长也必案 对不对 台南的政府议长都涉嫌汇选 台南被开了八十八枪 台南还有炉渣 台南还有光电 龙介兄啊 台南的乡亲啊 Tina QQ 你们台南为什么是这样子 那我请问各位听众朋友 绿色执政是什么保证 台南市台南县 最近这几十年是谁在执政 三十年 三十年都是民进党的这间 是不是这样 你跟我讲说 淡清德多清廉 淡清德多改革 海荒鲍鱼干贝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